现在问一下Ameda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2020年下半年 能够积极地赚到钱 对 我们从自己星盘当中的 太阳跟上升星座 这两个部分来观察 首先第三名 如果你的太阳跟上升 是有落在狮子座的朋友的话呢 好 我们要恭喜Vivian 在这个下半年呢 我们说如果你坚守本业的话 去展现你的专业 是有机会赚到钱的 你会发现狮子座的朋友 在下半年开始陆陆续续 你会体会到有很多的机会 你能够站到更高更大的舞台上 那在这个舞台上呢 你不是要去玩一些新的把戏 去把你过去的经验发挥出来 你过去很擅长 从事哪个领域的工作的话呢 你就好好的发挥的话 在下半年度就有机会赚到财富了 第二名呢 我们要恭喜的是巨蟹座的朋友 这里就有许多新的机会送上门来 当然我们讲啦 机会送上来 你也要张开双手去迎接他 去拥抱他嘛 所以这是这种心态上的积极也很重要 那特别是巨蟹座的朋友 如果你是从事的一些 跟这种我们讲比较女性的 或是跟美的事物有关的 比方说女性的视频啦 或是女性的这种保养什么的 这个层面非常广泛 或者是一些这种艺术类啦 跟美有关的这种领域的话呢 都会是有非常有机会赚到钱的 第一名我们要恭喜的是 有落在天秤座的朋友 我们说会有一些新的合作机会 而且通过合作可以创造财富 那这边我要提醒天秤座的朋友们 篤林哥天秤座对不对 对 好然后东东了 恭喜上升天秤也有上榜 我们讲了天秤座的朋友 在下半年度你会感受到 两种很极端的情况 有一种是你确实财务会觉得 非常的吃紧 那不是没有钱 就是可能你的钱是刚好嘎的 这个太刚好嘎的很满 好那这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觉得嘛 你没有压力 你会觉得日子一天一天过 有时候你财务有点吃紧 反而会激发我们要好好赚钱的动力 是 好那这时候反而是一个 正面的一个帮助了 再来就是天秤座的朋友 其实在下半年要翻身非常的快 就是你把握这个机会的话 你不只是赚钱 你是能够赚到大笔的财富的 所以要好好的把握 那一个重点就是 可能要慎选合作的对象 好这里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是自己单打独斗 我们发挥这种团队的 这种能力的话 是可以让自己的财富 创造一个高峰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